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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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衣服穿反了吗 你这不懂 云南烤豆腐 真的是跋山涉水 车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打车打快100块钱 老伴 好累啊 老伴 好累啊 累生了 你没法做啊 老伴今天不在 都没法做嘛 山山鱼或其余都没法做 对 哪个没法做 只有老板能做那个菜吗 哦 对 你哪些菜可以 今天太早 一早一天来就比了 不叫嘛 老板也太随意了吧 几个核心的菜都不交给底下人 然后自己就跑出去玩去了 你帮你帮自己去 你看好过分啊 好多事都不开门啊 旅游去了不开门 姑娘多太多可以开到一点 全是爷们提前打烊 那你不来了 不过来了 嗨 咦 你才生的宝宝啊 宝宝呢 那边 在那儿呢 在那儿 在那儿 来我 我好多宝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七个 你不叫 英雄妈妈 太小不落啊 生的七个不落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 待会给你吃这个时候啊 这个地方就感觉像是在一片喧嚣之中隔绝出了一个室外桃园 我们先吃一下这个米线吧 你上来就看它上面飘的是那个薄荷 米线没啥特别的味道哎 米线是好米线 就是在油辣的调味当中 你能吃得出一丝薄荷的味道 是油和香 但是整个盐味不是那种重的 就是味道不是很重的那种 我们再吃一下牛肝巴 刚才他们在炒这牛肝巴的时候 我那个薄荷味我就觉得很香很香 它这个牛肉是真的干 就非常薄 就吃起来你都感觉它已经干到有点脆的那种程度了 然后整个吃起来呢我以为它会很辣 但它没有 你看它放了那么多辣椒 它实际上那个辣只是负责香 除了辣椒的香味 就是不合的香味 就感觉是一个是重口味一个是小星星 一起在辅佐它 但是呢这个牛肝巴是有点咸 我觉得要配一下酒 你回过头去看的就是牛肝巴本人 这牛肝巴的意思是不是又想拉咯 有点像牛肉最辣的 是烧的那种 这个叫冷皮牛肉 感觉它是冷冻过之后切的很薄的那种牛肉 然后它先是把牛肉做好的 就是原始的牛肉的香味 它旁边这个是一部分的筋加一部分的牛油 就你吃下去是非常浓烈的那个牛油的香味 这碟子就是鲜辣味 里面小米椒薄荷的香味它们是混在一起的 这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就好吃的干香的那个牛肉 然后再蘸这个鲜辣碟子 你就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提升了 这猪蹄来的时候把我吓到了 我还确实把猪蹄切得举下 我闻出来它上面里面应该加的有木姜籽的油 酸辣然后甜甜的味道 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香料的味道 其实东南亚跟云南的香料是共通的 是不是 非常开胃 然后非常清爽 它有酸辣味加上那个香料的味道 真的是让你停不下来都好吃 但是猪蹄真的它切太少了 就是没办法吃到那种 很过瘾的感觉 这个菜就是好吃的程度是让我完全忽略到 它里面有我不爱吃的黄豆豆芽 然后猪蹄煮的那种程度是 还很有嚼劲 它几了 我好难啊 我太难了 它说它开牙齿了 你哪个是逃不到柠檬辣柏子这条牙齿吗 你牙头都很难了 我觉得我的豆腐应该可以开始卖了 你刚刚里头挤掌它一块饿了 上面刚拿出来的时候 感觉上面有一层白白的梅 就是臭豆腐发酵的那种 你看看它 它有很香的那种豆香味 我觉得主要是吃口感加它辣椒叠的味道 如果你烤得像我这么完美的话 你就能吃到外面那层壳完全是脆的 但它不是像臭豆腐那样 香味有很大的存在感 是很干香的豆腐 我都没有了 可以 拿个包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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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有包子吗 一语双关 这个是烤粉肠 里面是加了葱 看粉肠好薄哦 没有什么肠油 嚼起来很干香 一定要裹着葱吃 因为葱的那个甜味 瞬间就觉得给这个肠注入了灵魂 以下就不会觉得腻了 像这个辣椒叠就是麻辣甜香 哎呀不对 甜辣回麻 我们冯冯说的 它麻味是最后的那股劲 它很薄 比肥肠的口感还要再韧一些 我觉得根据是打从前来的皮 而且是薄快的 秋快的 不是冬快的 我觉得 大葱比粉肠的存在感要强多了 这黄疤里面感觉好像是糯米 我真的要尝一下这个黄疤 黄疤是在不在辣椒的 直接吃了 哇好香哦 因为这种焦烫的香味 是黄汤煮的 对 黄汤煮的 哇 它好韧啊 中间好软黏啊 外面的皮是脆韧的 中间是软黏的 我真的没有吃过这种黄疤 就是它里面有完整的一颗颗软黏的糯米 现在正在侵入我的口腔 黏在我牙齿上面 它是淡淡的那种甜味 但是 就是 香味大过甜味 我们今天是拼的耳块跟黄疤 耳块也不蘸辣椒面吗 甜蜜有的口味 甜蜜有的口味啊 甜蜜有的口味啊 然后就是又要蘸辣椒面 又要蘸辣椒油 它像年糕 但没有年糕那么软黏 那么辣椒碟子真的是麻味大过辣味 就你还没来得享受那个辣对你的刺激 它麻就上头了 它完全你看 你看这碎了 它完全是已经烤出了一层非常薄的脆壳 像给耳块穿了一个铠甲 讲真今天这家云南烤豆腐是我种草了快半年 就一直想来拍 但一直都被那么远的距离所阻碍 今天好不容易 其实鼓起勇气来吃了 结果好巧不巧老板又不在 这期生大呀 什么 头上都被老了个包 不要提点赞 你们不点赞就真太对不起了 我也觉得 就是点多少赞赞 我今天整个吃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云南菜 我觉得老板是有点咸云野鹤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真的没有认真在经营这家店 也有可能是自己喜欢吃 想说自己吃一吃如果吃不完的话 那就随便再招待一下客人也好 你来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菜都是很随意的 不管是从摆盘来说 还是他们这些环境来讲 它都是非常随意的 的确我今天吃下来有两个菜让我非常惊艳 一个就是那个冷切牛肉 还有一个就是酸辣猪蹄 非常好吃 它是真的把云南菜的那种就是香料的那个精髓是抓住的 就是让你一吃你就会爱上它 它是有一种独特的美丽 让你吃了停不下来 尤其是那个酸辣猪蹄 就豆腐 讲真的 我觉得烤它的乐趣大过它的味道 这很适合有几个朋友来这边边吃边聊天喝点小酒啊什么的 也不会打扰 我觉得烤到这些所有菜里面 黄疤反而是最惊艳的 它的口感和香味都很值得你们吃一下 当然也有可能今天我们没有缘分吃到的 凉拌鲫鱼呀 酸汤鱼呀 你是老板的了 拿手菜 鱼了一手 那下次再会吗老板 隔空给老板干一杯 敬你了好不好 咱是不是好大年纪了 2岁了 10多岁 请你 你怎么小年纪你就当妈妈吗 你是不是在外头被那些坏哥哥骗了 他生了一半年 我期待你伤心往死了吗 真的吗 你不要生气 你跟姐姐说是哪个坏哥哥把你骗了 怎么年轻就当妈妈 黑哥 黑哥吗 是哪个黑哥 白哥 小姐姐说你爱生气啊 你千万不要生气 没有 做约子生了气 你干嘛老下饼干的 好啊 给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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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